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房屋署说会严肃处理未交表的个案 也会用不同的方法去联络租户 了解他们没有准时交表的原因 房屋署说和土地注册处已经建立资料比较和核对机制 分批查核租户填交的新报表 详细跟进住户拥有物业或者土地的资料 会采取租约管制行动和跟进验控 而房处下个星期就会向未交表的租户发信 验证列明又要何时交表 和要求书面解释延迟交表的原因 如果租户仍然欠交新报表 就会假定他们无意继续租用单位 就会终止租约收贩单位 提提大家了 根据房屋条例 若果住户明知而作虚假陈述 就属于刑事罪行 最高可以判罚款5万元和监禁6个月 大家不要以身示法了 建公屋可以减轻市民住屋的负担 提供学生津贴就可以帮轻教育开支 教育局由2020年21学年开始 就恒常化为中小学和幼稚园学生 提供每个学年2500元的津贴 而今个学年推出的学生津贴电子申请 在未来2024至25学年开始 就会推展到私立学校和幼稚园 即是说之后所有的学校 都可以用电子平台来申请学生津贴 方便很多了 未来九月 家长就可以用有数码签处功能的 脂肪变加户口 登入学生津贴电子申请的网上服务 递交下学年的申请 为了方便家长 教育都呼吁大家尽早登记脂肪变加 有津贴帮保下同学们记得要努力读书 以后就可以找份好工了 不过有机构就做了一个职场压力调查 发现大部分的青年 对于初入职场都觉得有压力 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他们 融入职场呢 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 你不要跟我说吃雪糕很肥 我不管, 我要吃, 你不要理我 你知道吗? 每次我工作压力很大 我就会吃雪糕减压 上班大压力吗? 上班不大, 可以的 上班一定大压力 通常有什么压力? 上司给你压力 公司要求你和对客 如果有压力 你会和上司或同事谈? 也会的, 也有的 同事会伸 你会怎么解决这些压力? 打球、打牌 和家里饮食饭 跑步、做运动都可以的 你有没有想过辞职 还是会找方法解决? 应该不会的 肩膀有充当 应该辞不到 没那么容易 先后有两个机构 在五月份 做了关于青年人 职场压力的研究调查 其中一个机构 向18至35岁青年人发出问卷 从工作范畴 人际关系 及公司文化等几个方面了解 调查发现 25岁或以下 及拥有两年或以下 工作经验的受访者之中 近八成半受访青年都表示 初入职场时感到有压力 年轻人觉得工作范畴 人际关系和公司文化 都是压力的来源 你觉得有什么因素形成? 其实他们未知 工作究竟是为什么 很多时以为工作就是为人工 但你结果发觉 那个人工是不会令你开心 和你找不到工作的乐趣 尤其是年轻人初出茅劳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在工作里面 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或者遇到一些他们不懂的问题 他又不知道可以问谁 然后可能在他们自己 读书的过程里面 很多时都是读书考试 读书考试 对着电脑成长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机会 去接触自己 熟悉圈子以外的人 这些人际关系 我反而觉得是人际关系的处理 令他们压力最大 有些年轻人 就因为公司太大压力 而选择了辞职 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辞职不要紧 但是你要知道 你因为喜欢什么 还是不喜欢什么 去辞职 下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会因为这次的经验 针对性去找下一份工作 这个最重要 现在有些年轻人 喜欢做斜降一族 你怎么看呢? 可能他们会觉得 多元化一点 不用一份工作那么黑板 又或者同一时间 可以发展几样东西 首先要学习的 就是怎样集中资源 找到一个点 是自己真的有兴趣发展 然后再去想其他 而不是作为一个 就是我不知道自己想怎么 我说这样试下 那样试下 其实你是在浪费时间 你认为雇主 可以怎样帮一些 年轻的员工融入公司? 很多东西 我觉得是沟通 那里要做得很好 还有在工作里面 究竟你会期望他做到什么 又或者一个年轻人 在一份新的工作里面 其实他有些什么想学得到的 如果这里的沟通做得好 接下来大家的合作会容易很多 如果有诞性的上班时间 或者直接跟直属上司 多吃点饭交流的话 你觉得可不可以帮到年轻人? 你一说跟老板去吃饭 他们宁愿不吃 是不是? 不是说你吃那餐饭多少钱 有得选择不去吃 一定不去 所以如果真的要工作的 反而那个诞性上班时间 真的很值得考虑 甚至乎是什么呢? 是否一定要在办公室 可不可以让他们从家工作?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很喜欢可以自己 去用自己的方法去做 而不是好像回办公室 被人盯着我 要我怎么做 或者上班时间 那是否一定要朝九晚五呢? 朝十晚七又行不行呢? 另一个机构访问了十八至二十九岁 在职或待业的青年 综合他们的情况 由校园过渡到职场 面对身份转变 部分青年出现焦虑、不安、失眠 及情绪性进食等情况 而适应期大约需时二至六个月 他们有超过一半人表示 职场对患有情绪病员工的接纳度很低 林医生, 由校园到职场 很多年轻人都觉得很大压力 为什么会这样呢? 职场里面 很多时候对于那个人来说 他的现实和理想有一定的差距 这里因为期望的差距 对他来说亦产生很大的压力 有年轻人觉得职场 不接受有情绪病的员工 所以即使他们有情绪问题 都不敢说 你觉得怎么可以解决呢? 其实如果我们说去一个标签 其实是由教育开始 很多时候一个标签的形成 源于我们的误解和过往的经历 当然在职场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营造一个环境 是我们说是职场里面的健康环境 健康就包括身体的健康 也都包括精神的健康 我们雇主多些关注到雇员的精神健康 其实可以有一个好的工作效率 营造一个好的健康环境 那政府可以做些什么? 加强关注年轻人的精神健康 当我们识别了 有情绪健康问题的人士 现在我们知道 其实工营里面 我们等候时间都很长 我们说的精神专科的门诊 其实可以长达年纪 甚至乎两年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 一些公私营合作 如何可以利用社区的资源 去弥补现在不足 我们可以考虑保险的制度 因为目前为止 不少的保险在香港 包括我们的精神健康 这方面我们可以做 我们可以营造一个健康的社区 你有压力, 我有压力 用正面态度面对压力 随时分分钟变成动力 所以遇到困难 最重要是沟通交流 和找方法解决 千万不要轻言放弃 7月17日就是DSE中学民 凭试放榜的大日子 只要考生拿到33222的成绩 就符合入大学的最低要求 不过如果考生的成绩未如理想 就要重新部署规划未来 今晚就等理大香港专上学院院长 陆慧强博士 和理大专业进修学院院长 陈继宇博士太平紳士 和我们分享不同的升学出路 欢迎下两位 欢迎两位 陆博士想问一下 其实往年有多少DSE考生的成绩 是达到大学门栏 多少人差一个学位 以及预料今年有多少分 才可以入读大学呢 过往就有17000个DSE学生 就考获大学最低入学条件3322 而教资会的课程只有15000个学压 每年根据过往统计 每年只会收到12500个 经联招入学 所以大约应该是1.3至1.4的学生 差一个学压 按照以往的分数统计 最佳五科成绩 应该要达到20分以上 才会达到达到教资会的学士学位科程 明白 但如果万一考生 DSE的成绩未如理想 但又不想重读 你会怎样建议不同分数的考生 可以调整改选他们的策略 增加之后进入大学的机会呢 一般副学士和高吉文彭 课程的要求只是五个二 包括中英文 所以其实很多同学都会选 报读这些课程 因为他不想重读DSE 因为可能之前读这些课 其实都不适合他心脆 所以去到这个副学位课程 就可以发挥分自己所长 因为可以选自己喜欢读的课 而有些同学 他本身已经有Juplus的offer 但是课程 就不是他自己心仪的课程 所以他就会报读副学位课程 透过非联招再进去UGC的课程 当然他在这两年里面 副学位课程里面 都要很努力够读书才行 陈博士 如果选择报读副学士阿蘇 或者HiDeep高级文彭 其实市面上有什么选择 和如果报读他们两者的话 升上大学的机会有高不高的呢 是 如果想升上大学的机会高的话 做他做选择的时候 就选择一些2加2机制的院校 意思是什么呢 他可以提供到两年副学士 加两年学士学位在课程的院校 他会令到他的升学率 就提高了很多 比如我们学院为例 我们连续过去四年 2020至2023年 连续四年 都可以令到副学士的毕业生 超过九成的同学 都可以升读到 学士学位课程 那也挺不错的 我都知道 如果读完阿蘇 或者HiDeep 都升不到上大学 都有多个选择 就是可以读 TOP UP Degree 继续他的升学进修 没错 我又想问他和学士学位本身有没有分别呢 以及他那个学历的认可又是怎样呢 TOP UP Degree 都是一个Degree 都是一个认受的学位课程 意思就是副学位毕业生 和高级文贫的毕业生 他们完成了头两年的课程 就相当于四年制大学的一、二年班 然后TOP Degree 就是提供了第三、第四年 他完成了 都是拿回一个相当大家认大学认的学位 我自己觉得他们选择的时候 例如去我们院校 他可以提供到多类课程给他选择 那他就可以成这个机会去转 我们其实的任务 就是给他们第二次机会去转科 可能他文理双专 适当选择都可以 那陈博士在香港 修读什么种类的TOP Degree 以及入学有什么条件 入学条件最重要 他真的在一个富学士 和高级文贫不早业先 然后他那两年读书 就好像陆博士一样说 他是要努力的 就是成绩都要回到上下的 不可以太差的 还有当中他都要 令到他的那个Portfolio 他整个整体的CV是要好看的 以及在这个interview的表现 要争取表现得到 他是很有向上心 那有什么TOP Degree 可以选择呢? 有哪几类的? 香港现在主要有三类 第一种是政府资助的 一般来说就是八大院校 另外一种就是 好像我们那样自知院校 还有一种就是 跟外国的大学合办的课程 最新教育局也是推广 应用科学学士学位课程 那我们也试办了三个这类课程 给学生选择 是 那如果真的放榜那一天 那考生 其实你有没有什么提示给他们呢? 收到成绩之后 应该要怎样做呢? 如果收到成绩 他觉得未必进到他心仪大学 就不要计较自己姓氏主 最好尽快去申请各个院校 其实因为我们的任务 都是想提供第二次机会给他们 那他申请了 他才能去争取第二次机会 明白 多谢两位今天的分享 希望各位DSE考生考到好成绩 可以入到自己心仪的院校 等放榜的日子都很紧张 都可以放松一下心情 听一下音乐 国际知名小题琴家姚角 之前举行了一个音乐表演 带领着过八位的年轻乐手 一起演绎特色曲目 以下下来的环节 我们一起听一下 原来还有不够一个月 就是慶祝香港回归27年的大日子 我相信未来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 都会有不同类型的慶祝活动 今次我就来到香港文化中心 这一处,善祷为快 这次活动就是慶祝香港回归音乐会 然是27载 由国际知名小题琴家姚角 和指挥家叶聪 一起带领香港弦乐团一众乐手 奏出动人心弦的乐章 表演曲目包括 《节日醉曲》 《柴可夫斯基》 《斯大调弦乐小野曲》 《众世文化合璧》 《岳尝扬良三日》 上次的音乐会 初冲是什么呢 我们这次音乐会是为 香港回归主国 27年的主题所主办的 希望给香港的观众们 带来一场有中西不同的 节目给香港的观众 今次的音乐会特色是什么呢 我们香港喜乐团其实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声音 我们一般的曲目都有非常 跟一般的乐团不同的 我们会有中国的特色的我们的音乐 也会有西方的作曲家的音乐 我这次可以跟叶冲老师一块合作 可其实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校友 在这个特别的庆祝的音乐会里面 能够邀请到叶冲老师 跟我们乐团跟我一块合作 我特别高兴 因为就好像我们以前的学生时代的感觉 全部回来了 所以非常非常开心 可以跟一帮年轻乐手 合作完成东方蜘蛛大合奏感受如何 我觉得我们乐团的目标就是培养香港本地艺术家 精英艺术家 然后把音乐的喜悦带到香港的每个角落 因为很多的孩子都是基层的孩子 他们在我的音乐能量计划一共已经差不多九年了 很多孩子学了 然后看这些孩子刚开始是非常没有自信心的 到现在他可能可以站到舞台上面 然后很有信心的表演 然后真是感觉到音乐可以点亮孩子们的心灵 音乐可以给孩子们带来精神良食 所以看到孩子们不断地在成长 然后今天表演得这么好 其实我很幸会的 我也很感动 希望我们这个音乐能量计划 可以让更多的香港的年轻一代 可以通过音乐 然后改变他们的生命 改变他们的将来 让他们可以看到希望 这次音乐会的压续环节 正正是有一百几十位 来自不同背景的少年乐手 在台上参与演奏 别具香港特色的曲目《东方之珠》 而台下观众也轻轻伴随着音乐 挥动明珠 共同完成《东方之珠》千人大合奏 为香港的未来抱出美好的旋律 这次你们是表演什么乐器的 我这次表演负责中提琴 我中提琴学了三年 我这次负责小提琴的 我小提琴学了六年 那你有什么感受呢 很紧张和很兴奋 紧张就是因为 这次不可以看着那份譜来拉 但是很兴奋和开心 就是因为可以在文化中心 和那么多那么出色的音乐家 一起演出我就觉得很开心 我很兴奋 因为可以和朋友一起演出 还有可以和姚国老师 叶聪老师一起演出 音乐可以带来我开心 还有它可以增加我的自信心 还有也带来了很多朋友 所以我希望可以继续学音乐 今次音乐会有不少基层儿童 都获派发慈善门票 可以和家人一起来现场 感受音乐带来的欢乐 刚才我和他们一样都听得很陶醉 希望未来会越来越多这些机会 透过音乐去培育下一代的文化修养 想找个盘或者朋友陪下 有人可能会选择养宠物 瑞文如果给你选 你想养什么宠物呢 我想我会选养仓树又或者兔仔 因为他们需要的空间不多 照顾起来我想会方便一些 听起来都挺好 其实养宠物可以有很多途径 不过最好的方法当然是领养 接下来星期六同日 漁湖处就在启德一个大型商场 主办Let's go宠爱旅程 宠物领养日 帮小动物找个家 今次的活动也加入了 多个动物福利机构一起合办 希望鼓励打算养宠物的朋友 可以领养猫、兔仔 又或者爬虫类宠物 以及做个尽责任的宠物主人 会场里面会有等待领养的兔仔 和爬虫类小动物 给市民亲身接触 另外活动也会有 动物福利机构分享环节 宠物领养咨询服务 和互动教育展览等等 市民可以免费入场了解 提提大家 为了不要影响场里面的动物 大会呼吁市民不要带狗仔入场 而市民经动物福利机构 领养的猫和兔仔 愚户处都会提供免费的绝育服务 周末领养完宠物 端午节就可以约朋友去玩 大埔海滨公园 来近星期一 就有2024大埔龙洲竞赛企龙洲 纷纷加年华活动 当日早上开始 就会有68队龙洲队参加赛事 同大家一起过节 另外当日大会都设有嘉年华 有游戏摊位 工作坊 还有美食街 比一家大小可以一起 轻壳玩乐兼叉点 想端节尽兴点 就要好好规划交通时间 为了配合市民假期出去玩 港铁公司宣布 将会在6月8日至10日期间 加强六条铁路线的列车服务 期间会加密班次 涵开全日不同时间 合共增加超过400班车 而城巴和九巴 也会在端午节特别假期 增加来往车柱 清水湾等地区的巴士服务 文书记也公布 由今天起至11日凌晨 洛马州管制站和深圳湾口岸 将会视乎实际的情况 去实施特别交通安排 出去玩乐市民就要留意交通消息 难得假期 爸爸妈妈都会带小朋友 去感受一下端午节的气氛 不知道小朋友想做些什么呢 我们一起听听他怎么说 会跟家人包种 我现在有很多蘑菇口里面 妈妈在我旁边包种 我就负责帮他逛那些荷叶 虽然我不喜欢吃 但我很喜欢包的过程 喜欢吃肉种 我爸爸哪里吃种哪里看龙洲 然后他心目中的龙洲队赢了 然后他的种子飞了上场 跟家人一起吃种 还有在电视上看龙洲 不过就不会去现场看 因为太逼 全年顺境 还有可以纪念屈原 之前是因为纪念屈原的终臣 跳河 但是我觉得现在 是可以祝福 整年可以顺风顺水 浸过龙洲水的小朋友 可以快高长大 身体健康 因为他意义吉祥 吉祥一帆风顺 考试全部通过了 全部满分 挺好的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